17日开播,17日哦 然后是5月17日开始后的每周日晚上的八点 这一次呢我们去了 这一次呢我们去了 英德、深圳、成都、德阳、少东、洛阳 经历了非常多的好事 那具体是什么呢 接下来听我们跟你们详细简易 对我看到最近的预告都出了 就后面那几站每一站的预告 我那一站的预告是大家去捉鸡 我有看到 我本来一开始以为就是大家看到就是蛮长跑的鸡 可能会会害怕 但是大家真的是直接冲上去 不是吹的吗 对大家都很猛啊 捉鸡跟跳舞一样都很猛 对 然后看到还出了那个谁 我们去放风筝 或者小七那一集的预告 偷偷告诉你们我们还放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风筝 对我第一次就是放那么大的风筝 而且放风筝还发生了一些 趣事 对趣事 就是现在想起来都会鸡皮疙瘩起的 到时候大家可以看看 对 去了好多地方啊 夏季片 可能是因为夏季就是天气越来越好了 所以就还玩得挺开心的 对 转眼就拍完了 好 那这一次的直播呢 就是工作人员帮我们整理了一些问题 比如大家对我们横冲执照20岁比较好奇的 或者是想问我们什么问题都可以提问啊 就是前面我们收集了一些 然后大家也可以通过弹幕 在线的提问我们 我们来一起看看吧 OK 好 那我们现在看到提问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呢 是 大家在大团中里都做了哪些事 是最没有想到会做的呢 嗯 嗯 让我来好好想想 其实我现在第一个想到的是 在我家那一站就是 你也是吧 就是我们去拍了个闺蜜照 对 对因为我很喜欢拍闺蜜照 我记得我大学毕业之后 我也拉着大家一起拍照 然后这一次呢 我在策划的时候 我就在想要拍一个什么样又新鲜又好玩的类型的照片 其实我准备了很多方案 就除了大家看预告的那个小婚纱之外 还有什么民族风啊 嗯 还有那种僧女风啊 还有日就是那种日常的那种都有准备 但是想了一下哎呀我们火哨拍了各种各样的照片都有 还有什么没拍过的呢 那我们就拍什么吧 我原来以为就是大家可能会不好意思 但是大家进到那个店里面就兴奋到不行 这是我们想到的 完成了 我那么久那么久那么久以来 就是一直一直很想穿的衣服 真的吗 谢谢姐姐 嗯 太阳的不变 你呢你呢 你呢 我是当时我们进去之后就感觉 撒就是进去之后就开始各种挑衣服 真的大家都很喜欢 对 嗯 哪个女生不爱美呢 看到美的东西都会很兴奋 而且我们应该都照了很多图片留言 对 而且大家都选到了特别合适自己的衣服 对 然后 反正我是对我的造型有一个小小的设计 可以说吗 嗯 就是发型上会有个小小的设计 那我就不说了 对对 先卖个小关子 嗯 好 那我们来看看整个团中的录制过程中 你对哪顿饭是印象最深刻的呢 我对 撒腻那一张吧 就是他们妈妈给我们做的东英公汤 哦 这太好吃了 哇 那海鲜真的太鲜了 甜的 对 那个虾它的壳是紫色蓝色的 看上去好像宝石一样 然后那个她妈妈还帮我们那个剥虾 对 那个汤很好喝 那个汤 就是趁着那个汤喝 我可以吃三四晚饭都没有问题 而且感觉家里做的更好吃了 对 还有跟腱烧烤啊 嗯嗯 啊 但我觉得也可惜 因为我没有吃到 哦对哦 让彩虹给你打包 一些送给你吃 对 烧烤吃了很多 但是跟腱烧烤真的很好吃 还有你们成都的火锅呀 嗯 成都火锅也好 到你了 到你了 那 下一个问题呢 是这一次团中 呸 这一次团中 有哪一站没有玩尽兴 或者还想去打卡的地方呢 嗯 其实还挺多的 对 比如说彩虹那一站 我们就去吃了跟腱烧烤嘛 但是我相信她的家乡 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还没去 嗯 对 然后 还有 成都啊 成都虽然我们就是待了好几天 但是成 没去玩 对 这几天子凌一直在跟我讲的一句话 就是成都就是你来了 不想走的城市 对 每天都跟我洗脑 所以我还是希望可以多去玩 就是 多待几天 嗯 就是成都还有很多 好吃的 好玩的地方 我们就没有能去到 那我的话呢 我是 觉得 就是 袓仪那一站 跟さん你39那一站的地方 对 因为我们也是 很赶 那时候比较赶 对 我们前一站是在那个 跨离演唱会最初 马上就去了 对 所以很多地方 可能也没有 好好的吧 好好地去感受一下吧 对 哇 潜水 你能想象一个不会游泳的人 潜水成功吗 我真的太自豪了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去更大更清晰的海底去看看 但当时下水真的我在上面看着 人家都下去好久了你还在那 你都没有下去 你知道有时候要挑战一个新鲜事情 就是给自己做那个心理斗争 你心理建设做好了那你就赶去了 那你最后克服的时候 最后我是这么想的来都来了 对吧你不去的话其实还 会觉得有点可惜就不想让自己后悔 反正有人在保护着你 那我觉得你那个真的也是需要蛮大的仪器的 对啊因为大家都都都下去了 那我觉得我也要下去 好下一个问题哦 子婷那期播完大家集体吃瓜表情包很火 就是那个 可以现场还原一下吗 现场还原 我觉得大家当时就是一直在怀疑自己的耳朵 听到了这个消息然后就蛮长跑 我真的没想到就是子婷私底下就是那么调皮的 对我们现在呢 我们现在你平时喜欢什么样的表情包 我平时喜欢用 就是有一个有个韩剧吧 嗯 嗯 那我们先模仿一个表情包吧 啊这个是我们就是子婷那那那那那那集的那些表情包 对 你选一个 你选一个 我们把 我们把这个刮都熟了 这个刮熟了 这个刮熟了 哦 我看一下 哦 我看一下 哦 好像哦 这也太像了吧 你要吗放什么 嗯 嗯 我 我 超越这个吧真的假的 嗯 看这样的 哈哈哈哈 大家吃瓜的时候都忘记做表情管理了 对 都是张着大嘴巴的 哎呀我觉得我看这个真的 都是张着大嘴巴的 好好笑哦 吃瓜的每个表情都记录下来 OK 挺好玩的 好 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呢 是团宗节目到过这么多站 在哪一站拍过的照片是你最喜欢的呢 哪一站拍过的照片 嗯 嗯 嗯 我觉得天气好的时候拍的都挺好看的 嗯 我们都是去到那种什么有山有水的地方 嗯 对然后关键是我们十一个人在一起 就是怎么拍都好看 我是这么认为 嗯 我是觉得我们穿很多特色的衣服 有主题性的衣服的时候 哦 对对对对对 比如说像在泰国的校服 然后在 嗯 嗯 夜上海的那些旗袍啊 啥的 我本来不想穿旗袍的 你们非要让我穿 说这个适合我 唉 不过是好看的了 然后还有就是没有播的那 婚纱照 哦对 我们看的那个照片真的很好看 嗯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嗯 那下一个问题 除了节目中的这十一个站 还有哪些地方是你们比较想去的 嗯 嗯 其实 我觉得真的让我想 我们比较想去的话 我还真 想不出来 嗯 因为我觉得 好像感觉一个人去哪儿都 好像没有 都差不多 对都差不多 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和什么人一起去吧 嗯 就跟大家一起的 就会觉得更有意义 嗯 对 我觉得 呃上一季团中我们是在冬天嘛 嗯 我们去过了雪山 对上一季 去过雪山 去过沙漠 对 然后今年呢我们又 春天夏天我们都晚变了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觉得我们可以做个宇宙飞船去火星看一看 嗯 对 火箭火箭嘛 说了两年了都没 都都都都没一起做过火箭 那我们有去过火星营地吗 啊 对 火星营地吃那个什么饼 对 沾的老干妈 也是真的是绝了 那下一个问题 这是要表白吗 成团两年 你觉得对方有什么变化 你先说吧 你说的不好我就不直播了 哈哈哈哈 我觉得啊 阿明最大的变化就是越来越美丽了 面对镜头 越来越自信 嗯 我可没有绑架你啊 然后 嗯 好好说 越来越有魅力 腿 越来越细 瘦了 最关键的是瘦了 真的吗 嗯 大家都比较好好做身材管理 你怎么老是说大实话呢 那我想 你有被绑架啊 你什么时候被绑架了 哎呦 好来说一下啊 大俊我觉得呢 我觉得她是成长了 长大了 嗯 啊 就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看着她 像看小小小孩子一样 就是那种小女生 希望快点长大的那种很可爱的 就是也涂口红啦 也穿高跟鞋啦 然后也也也可能会 看姐姐做什么 也会偷偷的去去模仿这样子 但是这两年我能感 就是非常能深刻感受到的是 多奥娟她的思想变成熟了 嗯 不是不是不不只是说 穿衣打扮什么 就是思想真的变成熟了 嗯 有很多一些 就我们两个私底下 经常会讨论一些什么 呃 人生啊 啊 什么大海啊 高山啊 水流什么 就什么都聊 然后 我就能感觉就是 很奇怪 我们两个虽然是相差 对 蠻多的 对 但是我们就是 还聊的 挺聊的来的 对 而且就是你看大圈 就是比我们小那么多 嗯 但是你现在跟我们一样 在同一个环境 承受同样的压力 嗯 其实可能对于你来说 需要你成长的速度要更快 但是你都很好的扛住了 对 对 那是因为有你的照顾啊 啊 行了 行了 所以我觉得 大圈很棒 越来越棒了 而且我们之前会 会 就是比我的年龄 然后我呢 你就是 更小 什么更小 就是 心智 我心智小 不是不是 我心智不成熟 不是 就是 就是 嗯 我比较有童真 我比较有童真 对对对对 然后你又比你同龄的人 更加成熟 嗯 所以我俩就比较合拍一点 好了好了 我们还是要FOR这个团奏 好不好 对 即将播出的夏日天 是累一点多 还是笑点多呢 你觉得呢 我觉得 累一点多吧 嗯 怎么说 好久 就是感觉 哭完了好几年的量 哇 真的是跟水龙头一样 哗哗的往下哭 对 但其实我觉得 笑点也挺多的 嗯 你想想我们 从醒来 一直拍到睡觉 其实 笑了一天 嗯 那哭可能就是 在晚上坐下来 夜聊的时候 戳到一些点会哭 所以真的 还挺难忘的 嗯 累是 是是可能会 舟车劳顿 有点累 但是我们看到了预告 都觉得 嗯很值得 嗯 很期待哟 很期待 对 好 我们来 回答一下弹幕的内容吧 好 我俩一直在聊 我们来看看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问 然后就静止了 大家对 对 对对我们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问 哦 大绝看信了吗 今天早上收到信吗 应该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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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你出去录音的时候 他们给你送了信 对对对对 是团粉送的 啊 我还没看的 在我包里 对 嗯 大绝看 傅大爷呢 哈哈 他是不是也去录音了 对录音 录啥音 就我们的那个 团 团三的 哦 哦 不能说吗 完了 我们今天是不 哦 团中的 哦 对对对 嗯 嗯 我看谁不敢抓鸡 好像没有哦 对啊 我们都 都挺猛的 大家都很猛 就感觉 就不像在捉鸡 像在抓娃娃 让我来看一看 喂 我来问你啊 谁会打麻将 谁 那都是你看到的 对我刚刚看到 谁会打麻将 其实 你还没打麻将赢了吗 我呀 我 我其实我当时是想要 想要那个 那个参与的 但是还没来得及 嗯 然后 我发现大家都 都挺厉害的 就是很嗨 到了那个 到了那个地方 我本来想说 就是大家跟我的闺蜜 第一次见面 可能会有点羞涩 大家都没在管我 然后 很自然 很自来熟 就看到哇 麻将 然后就直接 就上手了 然后感觉认识了很久 我都不用介绍 哎 那你还记得那天 谁赢的最多吗 那边就另外一桌 好像 就是打得挺火热的 嗯 我们这一桌 那个谁 咪咪和那个 傅大爷 他俩配合绝了 大家 我不知道到时候 会不会剪出来 可以看看 但是令我意外的是 就是你跟那个 子明 嗯 居然在打牌 哎 我们在跟大家 那个 跟你一起 我们在跟大家 在聊天 沉茶 嗯 好 还有啥问题 鸭鸭觉得你的那一篇 哪里最好笑 最好笑应该 嗯 就是 刚开始 就是我 哎 我可以说吗 就是我 哦 不可以 好 就是 吃饭的时候 我们聊了很多 很多东西 嗯 还挺好笑的 就是 一波又一波的回忆啥 你们真的是 让我们预告 又不能爆料 珍珍 你觉得 这一季跟上一季 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吗 嗯 嗯 嗯 我觉得 不同的感受 可能更多的是 因为我们有去到 每一个 团圆不同的家乡 嗯 然后呢 去了解了他的 成长故事 对 对 所以会 嗯 对每一个人相对来说 会更加的了解了 对 这一季其实就有点像是 找到了源头 对对对对 对他就是我们几个为什么是 喜欢这件事情 为什么是这个性格的 嗯 找到了源头 嗯 哎 没了 啊 没了 没了 哇塞 哈哈哈 看来大家真的都很热情呢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想问 我们来回回回回答一下 嗯 抓鸡手 你抓鸡手 哪只手抓了 两只都用了吧 哦 两只一起 两只一起 对我看到预告张子凌抓着机走台步 对 哈哈 看 哦我这一季也是对子凌就是 嗯 特特特特别的 特别的意想不到 对对对对 我原来就是觉得他可能就是一个 学霸嘛 有才华的学霸 没想到他的 很细腻 那么幽默 对 哈 幽默 你俩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哪个家乡 印象你最深的 我现在想到的就是 呃 我们最后一站 美琪那一站 嗯 对我们住在那个 是不是武则天古代办公的地方 感觉住进去有点瑟瑟发抖 对然后 呃 我们还一起看 哦不能说太多 我们还一起做了很多 很有趣的一些事情 嗯 对对 山芝大哥也是 进一步的了解了 他的内心世界 嗯 你呢 你还有什么 我的话我觉得应该是程度吧 嗯 因为一个是是 成长的家乡嘛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第一次 带团员们真的是去感受 嗯 对失去感受那边的事 因为之前一直 虽然有去过很多次 但很多时候都是工作结束之后 第二天就走了 也没有说好好地感受一下嘛 对 嗯 哪个 鸭蜜最喜欢吃啥 在团中的时候 哦 其实我们这个团中特别好的 有点像就是 就是全国到处吃的这种感觉 我们还有一个衍生节目叫很高兴一起吃 对 然后然后就是这一路上就各种地方特色的菜都吃了 然后到了小琪那一站 因为我们是在深圳拍的嘛 哇真的太开心了终于吃到了正宗的广东菜 感谢小琪 感谢小琪 很香 你们钓到鱼那么好 是那个 我 陈丽和 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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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钓 好像 好像 应该有 应该钓到 但是我们没去收它 嗯 嗯 钓鱼呢 最重要的不是钓到鱼 是可以让自己身形静下来 对 嗯 那我们十一个人真的太吵了 昨天 昨天排练的时候 我吵到我整个要晕过去了 你们做菜谁最好吃 你们 你们做的菜谁最好吃 我做的菜好吃吗 好吃啊 我做的什么菜最好吃 你炒的醋青菜好吃 还有呢 你也炒到上面 OK 我觉得 哈哈哈 我觉得每个人做的那个手法都不太一样 对对对 因为那每 我们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嘛 每个地方口味不一样 对 比如说 美琪他就比较喜欢尝试挑战那种 看上去像 黑暗料理 但是做出来很好吃的 对 那傅老板呢 就就喜欢炒他的那个 香菜 家乡菜 对 那个彩虹呢 就很善于就地取材 我们本来是在那个大锅那边炒的嘛 他直接用一个那个小锅 然后用那个煤炭 直接就在上面就做起来了 对 大家都 多才多艺 大针 好放 哦风筝 风筝好放吗 风筝 风筝好放吗 我觉得风筝不好放 哈哈 哈哈 因为因为我之前小的时候其实我有放过风筝吧 嗯 但是 我不能说太多 就是我觉得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好放 但是大家一起的时候就感觉 嗯 就是 力量 团结 就是力量 对我自己其实当时我一直想要去放风筝的 但是不是这次放假都一直在家嘛 嗯 然后这次小七就帮我实现了这个愿望 我本来以为 哎 风筝就是直接就把把那个放上去 然后拉线就完了 但其实它还是有技术含量的 对对对对 就你还是顺着那个风跑 一开始就是把它放上去 然后扯着那个线 当它与那个风的那个速度达到一个平衡 它才能飞起来 嗯 对 还挺有挑战的 对 Yummy这次带团员回自己的家乡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吗 其实是有点紧张又期待的 我记得你那天发了个朋友圈 哦 对 就我那天发了个朋友圈 我说 我说妈我出息了 我你两年前你看的那个101的节目 就是那些小姐姐们 现在都在我们的车上 就是我我第一次我的家乡出现了那么多大V 而且而且都是我带过来的 就特别的自豪 而且就是可能是因为带大家来当地玩嘛 就很怕会照顾不周什么的 就就会想想很多做很多 就确实是自己那一站会特别紧张的 但是我觉得你那一站就很多项目吧 还挺喜欢的 比如它隔壁还有一个那个什么 那个绳索什么还没来得及玩 还有漂流什么的 原来鸭是自然卷吗 之前一直是直发 是啦是啦我是自然卷 为什么我之前一直是直发 是因为我其实 我之前就觉得直发比较好看 因为其实比较方便嘛 做造型也方便出门也方便 所以我就会每次出门 就会自己把头发拉直就是一个习惯 到后面呢我发现就是有几次 就是有人跟我讲 哎你卷发也挺好看的 我以前从来没这么觉得 哎呦你卷发挺好看的 然后我又看到大家给我拍的那些照片 好像也挺可爱 就是就是好看的 对然后后面我想说 哎其实你本来的东西就很好看的 可能你在成长的过程中有人告诉你 你这样好看那样好看 但其实你本身就很好看 对你本身就很好看 你也是 好 还有还有什么问题 大家吃饭了吗 你吃饭了吗 我吃了你吃饭了 我也吃了我刚刚叫了个冒菜 啊你叫个冒菜 干什么还有什么问题呢 看哎呀大家的问题转得好快 哦大军说点四川话吧 你喊我耍子吗 你喊我耍子吗 什么意思 你猜 你叫我干嘛 不是 那是什么 你喊我做沙子 哦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我学了一个词叫做Bas de Ben 呀 Bas de Ben 那教了半天 对 教了很久 那好啊 大家都非常的热情 但是今天呢我们的直播呢 就要在这里搞一个段落啦 好快哦 很高兴今天能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一次大团宗里发生的趣事 那么请锁定横冲直撞二十岁第二季夏日篇5月17号开播哟 大家记得要收看咯 对对对5月17号开播 然后是每周日晚八点 这一次呢我们去了英德深圳成都德阳少东洛阳 来一起期待一下吧 嗯 嗯 很高兴认识你哦 很高兴认识你们 很高兴认识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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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看团宗哦 记得吃饭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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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